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江,今天给大家讲男孩在离异家庭被迫懂事的故事,周末。 繁华的大都市里,一对原本相爱的人从此分道扬镳,男孩跟着妈妈生活,父母离异后,爸爸从家里搬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,整个房间乱造造的,物品随处摆放,伤心的妈妈每天弹奏着贝多芬那首凄凉的月光,根本无心打理杂乱的房间。 每到周五傍晚,男孩的爸爸就会来接他,爸爸住在市中心的大别墅里,里面装潢华丽奢侈,环境干净整洁,爸爸会陪着男孩玩游戏,在客厅挚着爆米花喝着可乐看电影,玩累了就趴在沙发上睡觉,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总是很快乐,到了周末,爸爸就会送男孩回到妈妈身边,继续过着平凡朴素的生活。 就这样,男孩经常穿梭在两家之间,双方也都在例行着职责,却不知道男孩想要的快乐是什么。 平凡朴素的生活里,偶尔也会起波澜。 这天,门铃声响起,门外站着一个高淡的男子,他把手里的玫瑰花递给了妈妈,之后更是在家里常住了下来。 三人会一起吃烛光晚餐,还会坐在庭院里喝下午茶,两人很是甜蜜,尽管他和妈妈在一起的生活很甜蜜,但是男孩对他还是有抵触,他就像一个铲着蜡烛的怪兽。 当男孩再次从爸爸家回来的时候,看见妈妈正蹲在厨房哭泣,地上还被打碎的餐具。 从此之后,庭院里只有妈妈一个人,孤独地坐在那里,男孩会安静地陪在妈妈身边,妈妈偶尔也会收到玫瑰花,却都被扔进了垃圾桶里。 爸爸开始有了新的家庭,男孩再也等不到周末准时接送的爸爸,生活还得继续,男孩被迫懂事,他开始和妈妈一起打扫房间,还会饿出去等妈妈开心,会给在沙发上睡着的妈妈盖被子。 不管是手捧玫瑰花的男子,还是手带钻戒的女人,他们都成为了男孩的噩梦。 在梦里,男孩骑着象征童话的木马,回到了曾经相亲相爱的家。 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动画短片,一个破碎的家带走了男孩的快乐。 还好未到周末爸爸都会来接他,跟爸爸一起的生活总是很愉快,最后爸爸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,男孩再也等不到周末准时接送自己的爸爸。 男孩被迫懂事,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,即使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,请不要吝啬给孩子的爱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,不管你来或不来,娜娜都会在阿全的世界里,每天为你守候。